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注 美国白宫19号表示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应该参与 上早前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就表示 普京可能会出席峰会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19号在声明中表示 正如总统拜登本人公开表示的那样 他认为普京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时 不应该参加20国集团峰会 但如果普京参加峰会 美国认为泽连斯基也应该参与 印尼总统18号接受彭幕社采访时表示 他预计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将出席11月15号到16号 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报道指出 白宫国安会坚持要求泽连斯基参与峰会 为泽连斯基通过线上加入 而不是亲自参加的可能性敞开大门 7月时 乌克兰外交部长曾通过视频远程 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拜登尚未表示 他是否会前往巴厘岛参加峰会 美国官员已参加了领导人峰会前的会议 今年3月拜登曾表示 由于俄乌战争 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被从20国集团中剔除 但他也承认其他成员 包括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可能不同意 白宫官员表示 他们私下向印度尼西亚 表达了他们希望俄罗斯不参加的愿望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韩国外长 朴振19号通话 就美韩同盟在全球应对的挑战 包括朝核危机 以及俄乌冲突等交换了意见 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 布林肯与朴振 当天就美韩应对全球挑战的持续合作 进行了讨论 布林肯对韩国总统尼西亚 在光复节的讲话表示赞赏 特别是韩国为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确保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 所做出的努力 尼西亚在光复节 同时也是他上任100天之计 发表讲话称 如果平壤停止核武器开发 并开启无核化进程 他愿意向平壤提供分阶段的经济援助 但朝鲜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 拒绝了这项提议 并称其极为荒诞 对于朝鲜拒绝韩国的提议 布林肯对此表示遗憾 在8月中旬 美日韩海军在夏威夷参加了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搜索跟踪演习 旨在促进三方合作应对朝鲜威胁 此外 美国和韩国将从22号开始 举行数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军演持续11天 战机军舰坦克以及数万名士兵将参演 韩国外交部表示 韩美外长在联合军演前 就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交换意见至关重要 双方同意继续密切合作 阻止朝鲜的挑衅行为 并引导朝鲜重新返回谈判桌 在本周举行的美国与韩国防务磋商中 双方还同意在朝鲜半岛部署更多的战略资源 来应对朝鲜接下来可能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士能报道 观众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由于通胀居高不下 育儿成本达到了过去40年以来的新高 这项由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报告指出 基于必要费用的成本 假设一对已婚的中产夫妇 育有两个孩子 且第二个孩子于2015年出生 那么这个孩子至17岁时的养育花费 则需要310605美元 这一金额比两年前高出了26000美元 涨幅约9% 专家表示 在高通胀时代 育儿对于低收入单亲家庭 或一些少数族裔家庭来说 可能更加困难 由于这一群体的财务状况已经吃紧 因此很难再为孩子拨出更多的额外预算 由于近期航班大量延误和取消的状况严重 交通部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 协助乘客应对航班的不确定性 交通部目前已告知各航空公司 需要改进各自的客户服务 否则当局将出台强制性措施 与此同时 交通部还将创立一个网站 整合各航空公司 航班取消和延误后的相关政策 网站预计在两周之内上线 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 24%的国内航班延误 3.2%的航班取消 交通部指出 延误和取消的主要责任在航空公司 而关于对乘客的补偿则规则混乱 交通部长不提假期表示 当旅客遭遇航班延误或取消时 航空公司必须给旅客支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北京市疾控中心19号通报 在进返金人员中发现两例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 两者都曾乘坐西藏开往北京的G22列车 在被告知驶车上阳性病例密接者后 一人主动报备 一人在私家车内自我隔离 两人都在随后的集中隔离中被确诊阳性 北京市疾控中心方面还称 目前境外输入病例零星散发 境外输入病例也有所增加 北京市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方王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过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说明文字幕安 웅 宅 special 最后会一本计判 我们 cessfel工赢去看 多地匪門行尽 看来 journalist 了 inc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近日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举行网络研讨会 有请到多位专家探讨关于如何界定和治理美国种族仇恨和仇恨犯罪相关问题 本次的会议有请到了美国Stop AAPI Hate反亚裔歧视组织的代表Majusa Cunardi 加州公民权益部代表Becky Monroe 反种族歧视活动家Susanna E.等多位嘉宾 共同对美国社会如今针对种族所表达的仇恨情绪或者暴力行为进行探讨 而加州立法院也在不久前发起一个名为停止仇恨Stop The Hate的倡议 来支持非盈利机构及少数族裔媒体来证实和解决这个问题 Are we listening to the communities who are targeted for hate? Have we heard from those vendors or their families? If we are not listening to them, then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We may miss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n hate incident or a hate crime attack there. So that's part of what I talk about. When I'm talking about reporting, I am not only talking about reporting for the purposes of prosecution. I talk about reporting so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s that people face when they're just trying to go to work. 专家表示,随着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的深化 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政府机构信任度下降 而种族、族裔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的持续扩大 也助长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表达或者暴力行为 而如何界定仇恨表达和仇恨犯罪之间的界限 也成为了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随后的会议中,专家针对如何衡量仇恨犯罪、如何遏制仇恨犯罪和如何治愈民众的仇恨情绪进行了探讨。 而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也表示,将继续关注在美少数族裔的群体利益 近日,李军律师在南加州亚凯迪亚市举办筹款晚会 为其竞选亚凯迪亚第五区市议员造势 本次筹款晚会得到了南加州华人社团的广泛参与与支持 其中包括北京联谊会、美中工商联合总会、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美国华人总商会等 在晚会上,李军律师向亚凯迪亚市第五区选民重申了他的竞选纲领和从政理念 并呼吁选民们积极投票,支持他顺利当选 李军律师也在当天郑重承诺,作为亚裔居民和非亚裔居民之间的桥梁 他将胜任亚凯迪亚市议会的工作,成为市民与市议会的联络人 他将代表所有亚凯迪亚人之间的和谐与共荣 如果当选,他将及时回应同胞的问题和投诉 并迅速采取行动,以热情、自豪、荣誉和奉献精神为所有亚凯迪亚人服务 同时呢,要重申我们的施政的理念 最主要的就体现在要就是依法制式,严厉打击犯罪 这个增强警力,保持我们社区的这个安全 保持保证我们尔海迪亚居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那就一定要增强警力,要增加警车在我们社区的巡逻的频率 一定要是这样子的,只有增加警察在我们社区的能见度 在我们社区的这个存在感,才可以阻碌那些犯罪分子 才可以防止犯罪的发生 据了解,李军律师是目前亚凯迪亚市第五区四名市议员候选人当中 唯一一位亚裔候选人,也是唯一一位能够讲中文的双语候选人 在亚凯迪亚市居住了17年的李军律师 拥有UCLA法学硕士,密西根大学法学硕士,爱荷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本次他的竞选纲领为依法制式,严厉打击犯罪,保持亚市安全,增强警力 增加警察警车在社区巡逻频率,以达到预防犯罪,保障社区安全的目的 解决游民问题,解决水荒问题,保留亚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经济 主张多元化,支持学校和关心老年人的需求 凤凰卫视白亦辰,洛杉矶报道 美国澳齐国际金融,美国宏盛保险与理财 于日前在龙虾湾举办事业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由美国澳齐鸿胜总裁兼CEO黄海地主持 他为来宾介绍了澳齐鸿胜30年来 一直为想在受险行业发展的经纪人提供行业支持 并且分析了受险行业的发展前景 尤其是现在疫情之后高通胀的环境下 当日还邀请了各大保险公司的高级代表 为现场观众分享了金融保险事业的发展机遇 各大保险公司的产品如何可以更有效 更契合的服务高净值客户 前的经济形势下 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通货膨胀非常严峻 联储会呢也在不断的加息 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呢 这个股市也是非常的震荡 房地产行业呢其实也冷却了下来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专业的人士何取何从非常的关键 但是我们在看到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情形下 保险金融行业呢 却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在这里我们希望有志者来能够与我们一起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为我们大众提供金融保险理财的服务 美国澳齐国际金融与美国红盛保险理财 是一家具有30年经验 融合全球顶尖财务规划师 律师 会计师 团队超过4000人 在全美20个分公司 提供完善的国际理财平台 及培训指导的专业金融保险公司 凤凰卫视宋城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